飢餓 好這邊這邊 我會一直等待 會緊張出姿態 會緊張穿的等待 用愛一直等待 傷害的最傷害 愛一直等待 所以這首歌我自己寫完 其實當下也覺得 滿喜歡、滿特別的 但是我其實那時候當下 給你們聽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你們會選它 我自己這樣子覺得 對,因為余哥有說 他其實有給我們兩首歌的 不同的方向 但後來我們選了灰燼這種 更有節奏感的 對,因為那時候我聽到DEMO 就是余哥唱的嘛 就是哇 我每天在家放這首DEMO 那時候 這麼浮誇 這很喜歡 我沒有在浮誇 就是真的 我們都很喜歡 但那時候我在錄音的時候 可能我表情沒有什麼反應 是他說 你是不是不喜歡這首歌 我沒有,我很喜歡 只是可能第一次合作 有點不太好意思表態這樣子 我記得那天錄音 我好像說 感覺很累還是怎麼樣 之類的 對那陣子就是密集的錄音期 對啊,難免 但還好 我覺得你還是唱得很好 因為 如果你唱不好 我不會讓你 回家 唱你的歌 沒有當你誇張 對他其實老實說 真的比較嚴格 因為他 我剛剛前面有聊到 就是因為他在我心目中 就是很會唱 像之前我幫 比如說像阿林也是 我對他們這種會唱的歌手 我其實要求都特別嚴格 那可能當中 可能 會有一點點 可能 不愉快 情緒上的 我覺得 那個都還好 因為我覺得 只要作品出來是兩個人 都很喜歡的 那那個過程都是很值得 是 他可能只有一句的 一個字唱不好 我可能會 請他 唱到我心目中要的 可能過程當中 會唱個五遍十遍 那他可能在裡面 戴耳機 他會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要他一直唱